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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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今天的第一個講者 等一下王教授接著講 我叫袁弘洋 是在中央研究院服務 我的專長是語類的神經生理 他想說那跟瘧疾有什麼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只是因為我對科學有興趣 所以跟各位分享 其實有一個原因跟靜音 原因是因為我小時候 跟著我吳阿姨長大 她都跟我講她二戰的時候 因為台北被轟炸很厲害 所以他們全家搬回彰化園林的老家 因為有很大的農莊 有很多勾曲 所以她就被捏文咬到 所以她得過孽疾 她跟我講過那瘧疾很痛苦的經驗 忽冷忽熱這樣子 冷的時候要蓋被子 熱的時候把衣服要脫光光 所以那時候小時候就有很印象 可是在我長大的過程中 台灣已經沒有瘧疾了 所以那個只是很遙遠的記憶 然後再來是28年前 我在馬里蘭大學做博士後的時候 我那時在研究一個海中的蝦菇 她的眼睛會動來動去 然後她在追蹤她的獵物的時候 所以她有兩個XYZ XYZ一個XYZ一個 那這邊又一個XYZ 然後我就弄出一個空間向量的數學模式 可以規劃出 算出她怎麼在追蹤 然後她相對的關係 所以我就用這個結果 在一個神經科學研討會上給一個演講 那當然這就是一個所謂英文叫desaster 災難 因為沒有人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因為我用了太多數學方程式 所以就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 她就回家都沒有人 她想到沒有人鳥你也不錯 不會晾在那邊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有人打電話說 Are you Dr. So-and-so? 我說 Yeah, what can I do for you? 她說我們上禮拜聽你在神經科學演講 我是NYU 就是紐約大學 私立一個大學 醫學的一個教授 我們各位請你來給一個演講 那我從來沒去過紐約12 有人付錢給你對不對 那當然很快就搭這個Metroliner 類似我們那個高鐵一樣 哇 就過去了 人家給你wine and dine 然後就給個演講完了 然後他們帶我去逛逛回來 就那個院長說 來再做一下這個 有一張那個你簽一下 我以為要簽那個演講單嘛 那個可以拿錢嘛 不是 是給我一個job offer 哇 是給我一個助理教授的缺 當場決定了 我說為什麼你對我這麼好 大概因為我又不是很像那個很handsome的人 對不對 他說這樣子 因為我們拿到那個美國陸軍的一個大計畫 研究瘧疾 那我們要 我們知道瘧疾等一下會等一下 它那個原廠在跑的時候 它是有點像游泳那樣子 那他們弄出一個類似像抗鐵 可以抓到尾巴 把那個蛋白質給抓住 所以它等於要船的那個那個 那個船外機啊 那個propella不能鑽了 那不能鑽它就不能鑽到那個肝臟裡面去嘛 他說我們一直想說 要怎麼解決這個量化 科學就是要量化嘛 你跟他講說 它就被固定了 哇 那怎麼對得起那個一年人拿幾百萬美金的計畫 對不對 在你聽你演講 後來你可以弄個數學模式 然後真的把緩慢跟逃離什麼 都可以把它定量出來 那你來剛好就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就願意offer我那個job 不過後來因為後續沒有聯絡 是因為那個就是我們今年 現在所稱的專案助理教授 五年之後沒錢人就要走路了 他想說那這樣的話 那我五年之後就沒 要重新再來 那年紀越來越大也沒錢要我 所以我就沒做這個計畫 那個助理教授就沒當了 那麼所以就後來跑到肯大吉去當老師 但是因為這兩個過程 靜音跟語音時 我一開始對這個瘧疾很有興趣 他一直注意注意注意 然後那個其實我那時候就要講那個 講到今天那個主角 大家都知道圖悠悠的事情 不過後來我本來想說 我要預測他應該會拿諾貝爾 不是今年哪一年不知道 不過他今年也拿到諾貝爾獎 所以那裡面還是有很多好玩的故事在裡面 好這個就是靜音跟遠音 我們來開始來講 瘧疾的故事這個很典型的 蚊子在吸這個血 這個你看它這個 這個proposis一生出來 這個整個都 它最好玩這個母的癡紋 要是沒有吸到血 它不會啟動它的下蛋的機制 所以一定要最後一個blood meal 它才能夠下蛋 所以它不給它吃血的話 它大概就沒有辦法下蛋了 所以這是一個滿好玩的故事 然後我們來看一張照片 這是2013年WHO的資料 但是每一千人有幾個case malaria就是瘧疾的case 你看從這邊亞洲有這個 印尼 中南半島 印度 這個是巴基斯坦 還有阿富汗 還有整個非洲 還有南美 這有顏色的 就表示說目前還有這些case 當然有很嚴重的 像這邊東非還有西非這些國家 蠻嚴重的 所以瘧疾並沒有在這個世界被 就是被剔除掉 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不過這有意思 這是WHO世衛組織的 一定要看所有的任何的東西 只要用世衛組織 其實都把台灣包括在中國大陸 還好這一張沒有 就表示沒有的顏色 為什麼 這在上個禮拜的經濟學園雜誌 這個雜誌是蠻用心的 就是說他拿那個雜誌 他會看不屬於你這個 不是這個 台灣應該根本跟中國大陸沒關係 所以他會把它剔掉 可是你看到 WHO自己本身的圖表 會把台灣列入有顏色的 所以你要看每次都看到 就會心裡有幹什麼的 這些雜誌不會 不過這經濟學園雜誌上禮拜 非常的用心 這是讓我們知道說目前在 那麼根據WHO 2015年的4月的時候出來 2013年全世界有1.98億的病例 然後平均起來 差不多58萬4千人 因為瘧疾而死掉 所以這個問題還是 對我們台灣來講 這沒什麼 我們因為已經沒有了 所以不用擔心 可是還有事實上 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5歲以下的小孩子 最容易造成這個 瘧疾會造成他們的死亡 這是一個 所以還是一個所謂的scorch 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在 那麼瘧疾會造成什麼 會什麼症狀呢 頭痛 花燒 肌肉會痠痛 然後背也會痠痛 皮膚會冷 會熱 熱水就會流汗 會有乾咳 然後spring就是皮脹會肥腫 然後stoma會有nausea 會有嘔吐 腫性腫癢都是整個 malaria整體的表現 那麼這是二戰的時候 英國空軍給他們 飛行員的一張圖表 就告訴你你假如得到瘧疾的話 會有coastage 花冷 到要蓋棉被 然後再來熱的時候 要吹電扇 然後等到sweating的時候 全身要脫光 流汗流汗 這個都是我小時候 我阿姨跟我講過 她都會經過這個階段 很辛苦的階段 我們是沒有 好 那麼這是蚊子很多 但是會傳染 就是瘧原蟲的蚊子 只有40種 全世界的分布都這樣子 美國也有 台灣也有 只是有蚊子並不代表 有蚊蚊並不代表有蚊疾 因為你假如沒有蚊原蟲的話 它就不會傳播 所以有40種蚊蚊 就屬於這個genus Anopheles 這個genus 有40種 那麼他們都會傳播蚊疾 假如有蚊原蟲 在這個pool裡面的話 它就會傳播 那麼這個Anopheles 這個屬的蚊子 蚊子跟其他不一樣是什麼 它只要在停止的時候 它的尾巴會有一個角度 會翹起來 平常的家蚊 這個不會傳播 不會平行的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在小學的時候 老師就告訴我們 主要看到蚊子 是這樣你要特別小 趕快要把它打死 我們小時候 還有這個虐疾的問題存在 所以這很容易判別 現在大概台灣 沒有人care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環境中 已經沒有虐蚊了 好 那虐疾是一個 虐原蟲所引起的 那麼已經由蚊蟲 作為它的媒介vector 那我們來這個影片很簡單 我們來看看 這個虐疾是怎麼在做 被傳染的 transmission 它其實蠻複雜的 所以也因為這樣 使科學家在要破解 這個虐疾的感染時候 要花很大的功夫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虐原蟲 進入脫液進入人體 到肝臟裡面 然後無性分裂 這叫 這叫 再進入攻擊這個 紅血球 又是個無性分裂 這些 然後會破開來 這時候就會發寒發冷 就因為這毒素釋放出來 有雄性的配子 跟雌性的配子 它在人體裡面 它是不會結合的 這時候才會有 有性生殖 雙套染色體 然後又變成虐原蟲 然後透過唾液線 進到蚊子的唾液線 然後再注入到人體 這就是整個相當複雜的系統 我們這一張來圖 這個蚊子 它的唾液裡面 還有這個 這個 因為它是在唾液 它在吸引的時候 它一定要 昏迷一種 防止血液凝固 因為血液會凝固起來 結果唾液就傳染進入 然後進入到肝臟 產生的沒有zoid 然後它會攻擊血球 然後有些就會形成配子 然後配子要進入它的腸道 在它身體裡面變成有性生殖 然後再變成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Sporazite 然後就完成一個cycle 所以 這是病媒 就是vector 這是病菌 可是它病菌 本身它這個 原蟲裡面混出好幾個階段 Sporazite 沒有zozoite 還有gamite 所以它是相當複雜 你要把整個過程中要斷掉 其實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為什麼這個 涅原蟲 在沒有藥之前已經肆涅人 大概有人類以來 就開始有涅原蟲在攻擊 相當複雜的過程 好 那麼這也是所謂的blood smear 就是它可以看到 血液都做個染色體 做個染色就可以看出 它有劣質體 滋養體 從這就知道是他們的感染 台灣在早年 其實在我民國四十幾年 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台灣還有瘧疾 我記得我父親 因為公務的關係 到菲律賓去出差 回來第三天 我就記得 衛生所附事就來找我爸爸 那時候是沒有電腦的 所以要等三天了 那個通報系統到了 然後我記得他就把它戳一個洞在那邊 然後擠一寫 然後放在載波片上面 然後把它弄平了 然後弄一弄 吹乾了 然後就滴一個藥下去 然後他帶一個很簡便型的 攜帶型的顯微鏡看一看 恭喜你沒事這樣子 我那時候不曉得什麼事情 後來原來他就很簡單 用這個染色 就像這個是沒有原蟲感染的 就沒有顏色 有原蟲感染的 馬上就知道說你是屬於在哪個棋 他馬上就說 你就要開始去吃藥了 那麼剛剛有講過 Sposite Sposite就是這個原蟲 它就經過那個唾液 被灌注到我們人體生長 就是造成很大的損傷就是這個 那麼事實上 Plasmodium這個原蟲 一共有十四種 可是只有五種會致病 其他九種是不會致病的 也就是它根本不會進入到人體裡面來 那麼有所謂惡性的二日虐 就是每兩天花做一次 有慢性的二日虐 也有三日虐 有日日虐就是每天就會 所以等於有三型 看你要不要很爽就天天 休息一下就二日 那休息更多就是三日 那我顯然我後來回想起來 我阿姨得的就是這個日虐 他每天都要經過一次這樣子 冷熱這樣子 那時候也沒有冷氣 所以他很痛苦 那麼這是等於說 它這個原蟲有十四種 只是就五種會致病而已 分作有二日 三日 根之日 就是這種三個形態的 好 首先發現這個 瘧疾是由這個plasmodium 所造成的是這個 華國的這個醫生 叫做Charles Laberain 他首先發現的 因為他把它identify 所以知道說 致病的原因是這個plasmodium 所以你要在根除上 你就比較容易找到對象 這等於是corporate 罪患是他 所以因為他在 因為這個發現 所以在1907年拿諾貝獎 他是1880年 identified plasmodium 是致病的原因 所以27年之後 他拿諾貝而獎 那麼另外一個 這是英國的一個軍醫 它是什麼呢 他是發現原來這mosquito 是傳染孽疾的一個媒介 病媒vector 是由他發現 所以等於說 這一條鏡 一個是致病的 一個是載體 這個關係都被確立了 這樣就容易去對抗這個疾病 因為你只要中間把它斷一個 他就沒辦法繼續下去了 所以因為他的工作 所以他在1902年拿諾貝獎 也是英國第一個拿諾貝爾的 生理或醫學獎的人 所以這兩個人拜很重要的角色 一個是把病原找出來 一個是把病媒找出來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這個孽疾好玩的地方 大家知道這是加利比亞 Caribbean Sea 這是哥倫比亞 這是委內瑞拉這邊 這個地方 這個北邊 有個地方叫Cartagena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這叫Cartagena 當年這個地方 整個南美 除了巴西之外 都是被西班牙佔去的 那誰最不爽呢 英國人最不爽 我是不日落帝國 可是你把我的南美 全部搶去了 當時這個銅館整個南美的最大的頭頭 就是巴西之外 它這等於是大總管 它的據點就在Cartagena這個地方 那Cartagena為什麼方便 因為它面著海 它面著海很方便 不要忘記 當年這是274年前 是沒有這些公路的 那時候都是靠海陸進出 所以這個英國海軍上將 Edward Vernon 就帶著他的一個 等於是現在講的叫海軍陸戰隊 Wayne Wolf 帶了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個阿兵科 五十艘戰艦 一百艘補擊船 所以他把他團團圍住 兵臨城下 你投降吧 投降這個整個南美就是他的 因為他是大頭 把大頭頭抓起來就要投降 你知道這是3月15號 然後就在拜下重兵 團團圍城 你又沒有陸路可以去 也沒有食物都要靠海路來 那你就要投降了對不對 3月15號 然後到4月14號 才一個月 他大概一萬八千人 只剩下三萬五千人 三千五百人 對 因為得了孽極 損傷 你看一萬八千人 只剩下三萬五千人 一個月死那麼多人 所以他已經撐不下去了 公啊 因為當大頭的好處就喊公啊 公啊 公了六天之後 八百個死掉一千被抓的 只剩下一千八千人 一千八百人 本來大概一萬八千人 只剩下一千八百人 還多才逃回去了 就只要聶吉啊 幫了西班牙拱住他的王國 所以聶 西班牙人講到聶吉是非常的感激的 不然他是倒閃 這個是蠻好玩的一個故事 這是當年他們 卡塔吉娜被回城的時候 他們打來打來打到 因為第一個 你剩下三千五百人 其實身上搞不好還是 有些是沒死掉 根本老多殘兵 槍也打不出來 啪啪啪 然後最後還是死了八百 被抓到一千 只剩下一千八百人逃回家 一萬八回家剩一千八 搞不好回去都被撤職 送到綠島就關起來了 所以聶吉蠻好玩的 另外一個又有個好玩的故事 在這個地方 這剛剛是哥倫比亞 在下面在eguador 就是厄瓜多爾 有個地方叫做 這個地方叫做 Loha 這有一個很好玩的故事 跟聶吉又開始 又有車牽上什麼關係 這個Loha 當年有個所謂總督在那邊 那個總督就叫做 One Lopez de Calicillantes 這個家伙 他是Loha 這個Eguador 那麼他的頭頭就是他 這個Count 這個地方的地區的 等於是總管 等於是一個是小州長 他等於是幾個聯邦的 幾個州的大州長 他的太太叫Ena de Osorio 被這個瘧疾咬到 花燒很難過 這個州長當然 雖然你是總督 可是比起他 他是你的老闆 就趕快去進貢 跟這個樹皮 這個樹皮要煮了湯 喝下去就沒事 就趕快送去 給Ena de Osorio 去喝下去 本來花燒 就沒事了 這下一定要升官了 然後聽說還透過 Ena de Osorio 把這個東西帶回西班牙去 可是為什麼 Eguador 他知道這個事情 其實是當地的 Inca的人 他們怎樣 據說 故事說有一個公主 得了瘧疾 花燒花熱很難過 出去出去 然後就看到有一潭水 就喝一喝 然後就睡著了 醒來就沒事了 這是聖水 然後就慢慢傳出去 說聖水這樣 所以假如有被瘧疾 然後一喝就沒事了 當然是土著是這樣的講法 可是當時有 Josher 耶穌會的傳教師有到那裡去 那耶穌會傳教 其實都有受過基礎的 基本的科學訓練 你知道全世界所有天主教大學 都是耶穌會的神父跟修士們在辦的 所以他們也increased 他們會問問題 他們想這個水是怎麼回事 的確有這個咖啡色 又不是咖啡對不對 後來發現原來這個神水的地方 有一棵樹倒下來 剩了個樹皮 融在水裡面水喝了 就變成說 他們就把這個故事傳播給當地人知道 所以當地人也有跟這個governor講 所以governor去獻保說 這個很好用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 他也升官了 可是事實上後來歷史人家講說 這安娜根本從來沒得過瘧疾 所以這個故事當然要很 故事就是要有公主要有美人 然後所以才會進入這個系統裡面去 但是無可介意的說 西班牙人知道 這個他們不曉得 content是什麼東西 但是它是可以拿來 樹筆是可以拿來製瘧疾 所以都開始把它當做secret 不能隨便流出去了 然後英國人也不是傻瓜 他還聽說這個 所以兩邊疊對疊 他們就派人要到南美去找這個樹 帶回去 我經過將近七十幾年的努力 才終於偷到這個樹 然後後來到印度去種金納樹 就是金雞納樹 就是這個 Cinchona 然後這個分類學上 最有名的最典科學學 叫Carlozina Linnaeus Linnaeus 他知道這個之後 他就把它命名做Cinchona officinalis Oficinalis 它的創立名字是 假如是植物有藥用的結果 有效用 他都把它叫做Oficinalis 可是它化了一個最大的錯誤 那個地方叫Cinchin 可是它就親親親 它就把氣給弄掉了 所以說Cinchona 變成只有它把它漏掉了 它覺得很不好意思 可是科學命名是它 雙命名法是它弄出來的 誰命名最有最優先權 它總不能把自己打槍 對不對 就把它改掉 所以就以兒傳兒 所以叫應該是CHIN CHONA 假如按照他們當地的拼法是這樣的 不過後來就 因為它已經併命名 所以叫Cinchona 所以我們花一台叫Cinchona officinalis 就是這個 那這個樹皮一組出來 就是可以自這個瘧疾的 好 那邊就有個故事這樣過去了 一般大家說 哇 這個樹皮拿出來提電出來 是非常有效的 可是為什麼有效呢 要到1843年 這兩個華國科學家 Caventure跟Pelletier 他們兩個人 這是很好的Buddy 他們才把它分離出來 這是他們的一個紀念碑 在1900年的時候在巴黎 不是這個紀念碑現在已經沒有了 因為二戰的時候被炸掉了 後來換了一個新的了 不過一新的就沒有兩個人在一起了 他們在1843年把這個 這個裡面這個金基納樹所含的 叫奎寧給分析出來 分離出來 把它存化 而且知道它的結構是怎麼樣 事實上我們喝了Caffeine 也是他們兩個把它分離出來的 好 那麼這個就是奎寧的結構 那麼你要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奎寧吃下去 可以殺死奎原蟲 原來是這樣的 奎原蟲吃到我們血液中的 Hemoglobin Hemoglobin的血紅素之後 會產生一個沒有毒的 叫Hemazone Hemazoin這個東西 它把它排出去 可是3號這個奎寧 就是不讓它排出去 還把它集合起來 把那個沒有用的東西 把它集合起來 就變成毒性 所以這樣才可以把奎原蟲殺掉 因為奎寧吃了血 可是有個問題 它對於這個Gamital Sight 是沒有用的 因為Gamital Sight根本不吃血 它是性細胞 對不對 它不是Gamital Sight在裡面嗎 然後進入到瘟子的消化槍 它才會結合 它沒有血 所以它不會死 所以奎寧就是有個問題 就很快的 沒有多少 你就衍生出什麼你知道嗎 抗藥性出來 因為你只能殺 那個某一個階段的原蟲 Gamital Sight 是配質體 你沒辦法殺它 它不含血液 你沒辦法殺它 所以很快就變成有所謂 抗藥性的原蟲 就開始在世界各地 繁殖出來 所以奎寧越來越沒有效了 然後呢 在二戰的時候 這個德國人 他用合成的方法 弄出這個 綠奎寧 Coroquinone 因為有帶個綠在這邊 Coroid在這個地方 變成這個好處是什麼 它是在Bire這個藥廠 在二戰之前它弄出來 它把它合成的 用合成的方法 好處是什麼呢 它根本不必血液 也血液有效 沒有血液的Sploride 它照樣Skizron 它照樣可以攻擊它 因為它有這個綠的關係 它可以攻擊它 所以變成說好 奎寧不能用的時候 變成用Coroquinone可以用 看起來蠻有效的 在二戰的時候 至少還救了不少人 可是呢 它也不是萬能丹 可是到了1957年的時候 開始從東南亞這個國家 中南半島開始有抗藥性的 抗Coroquinone的 Plasmodium這個原種 開始向各地分散 也到非洲去 南美本身independently 有一個可以抗Coroquinone的 可以也上不到巴西這些國家來 好 那麼現在就變成一個死結了 奎寧已經沒有用處了 Coroquinone也沒有了 好像到dead end了 所以就是一直就是 你得到了 有些人是有效 有些人是沒效 不過死亡率還蠻高的 那麼台灣呢 其實在日據時代就有 事實上 聶吉也曾經幫過台灣人 日本第一次牡丹社事件的時候 王老師已經知道 牡丹社事件的時候 他們也是派重兵來 也是敗於聶吉的手下 所以他們只要retreat回去 不然台灣早就被佔領了 也就是跟英國去攻打西班牙一樣 也是遇到聶吉就無可奈何 可是他就想說 那為什麼英國人 為什麼台灣人沒有問題 因為你被盯過之後 你沒死了 就開始有一些免疫力 這個從來沒有接觸過 日本從來沒有過聶吉 一來砰就全部掛掉 就像英國人從來沒有聶吉 就全部死光光 就是這樣 好 那麼台灣呢 那時候是在聯合國 世衛組織的努力 還有什麼那時候很重要的 農副會 農業復興委員會 在裡面就講許氏劇 他們來那時候 許氏劇後來當過國科會的組長 後來跟他有私交 所以他們就 那一群人就很辛苦了 就開始訓練這些人 以外國人來幫我們訓練 這是昆蟲連日清 在收集聶文的照片 然後呢 這是在潮州 有成立這個聶吉研究所 他們還有聶吉 還是養一批人 在做基礎研究 這些當時那些工作的人員 最好玩是什麼 他們為什麼要DDT噴射 用DDT噴射的人員 要用牛車 或者用車子推去噴DDT DDT對你們年輕的代表 不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東不曉得 對不對 是一種殺蟲劑 那麼這是其實 它是一種合成的 其實它本來是在做燃料的 1874年就被合成出來 可是沒有人知道它的效果 那是這個德國人Paul Hermann Müller 他在1939年之後 發現這個藥 因為它有四個五個綠 它是非常常的殺蟲劑 所以要鼓勵說 大家用作為來殺蟲劑 做很多實驗證明 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1948年拿諾貝爾獎 可是我記得我小時候 那時候台灣公共衛生不好 女孩子很容易得投資 所以老師到學校去 老師就噴那個包DDT 然後用毛巾把它包起來 每個人都包一塊頭在那邊 然後到那個 下課再把頭拔起來 然後到水龍頭去沖沖水 那男孩子就理光頭 就不用擔心 那時候的風味是這樣 可是我常常想說 我那時候同學被包DDT的女同學 到時候還生小孩有沒有問題 因為那個DDT其實蠻毒的 然後就是你看1953年 這個上一個世紀 我們那時候才兩歲而已 DD噴射訓練班的課程 你看要告訴人家怎麼噴DDT 有時候有外國人在 你看這個茂迪 FlyDemon 這個什麼外國的工作人員 來告訴人家 他最主要都是在噴DDT 如何噴DDT 反正就是因為那時候萬能丹就是DDT 你能夠把蚊子媒介殺死最重要 這是他們要訓練 這叫Demon 你看 用不連訓練噴DDT 怎麼噴呢 角度要對 現在想起來很可笑 這要用手這樣壓 才會壓力會噴出來 所以靠著這樣子 就慢慢一步一步 把台灣的瘧疾這個問題給解決了 可是大家就知道 DDT出了很大問題 最重要它干涉這個鈣離子的平衡 所以照它能夠殺死昆蟲 是因為它變成神經毒 它disrupt它的那個 calcium Ion channel的作用 可是相對的結果是什麼 所有鳥生的蛋殼薄了 鳥一定要孵蛋 一抓去啪就破了 所以全世界的鳥就越來越來越少 所以Rachel Carlson來寫一本Silence Spring 《寂靜的春天》來描述就是說 本來到生年去可以聽到鳥叫 都沒有聲音了 因為軟殼太薄 就孵不出蛋來 所以這樣最有名的美國國鳥 Bold Eagle也幾乎要滅絕掉 後來就開始說全部不准用DDT 然後那個Bold Eagle才能夠回來 一個指標性的生物 所以人很有意思 我們以前都會目前 目前的答案是最好的 其實有時候你在看 十年後現在不是最好的 所以各位要小心 現在是最好的 我意思說你女朋友是很好 不是說你女朋友十年後變成太太 那就另外一回事情了 這個就是一樣可以引申的 那麼Rachel Carlson 那麼台灣的鳥籍根祭史 根祖是從1946年開始 就是日本人離開之後 就透過WHO的協助 聯合國的協助開始做這個 分做一個準備期 你知道那時候很可怕 每十萬個裡面 二十百 你看只有十二 一年有幾個 十二萬個Case 慢慢降到後來到第四個階段 所謂保全期 大概十萬個人裡面 大概只有46這樣的Case 所以這個是經過大家的努力 才會變成這個 所以分做四個階段 準備期 攻擊期 攻擊虐文 肅清期 然後保全期 就是要保住已經有的結果 那麼在1996年的時候 WHO頒發這個 所謂的虐籍根祖登陸 1965年11月1號 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公佈 那時候我在唸所謂的初中 就是現在的國中 我們學校還辦什麼 作文比賽 還要弄海報 什麼慶祝我們台灣很成功的 其實我們是台灣全世界 第一個拿 根除念文的證書 就是我們台灣 等於說 在那個蠻窮的時候 還能夠做出來 其實很不容易 那麼12月4號 連公子的公公 就去拿證書 WHO來頒證書 就給他說 的確我們台灣是第一個 全世界第二 把虐籍從台灣本土幹掉 這是當時的原始文件 好 那麼這又一個twist又來了 越戰 各位年紀大一點都知道 曾經打過越戰 越南在美國的做等於proxy一樣 然後北越跟南越打了 從1954年打到1975年 打了21年的仗 那美軍當然是火力很猛很凶狠 那北越就想到一個地道戰術 什麼都挖到地下去 躲起來 你也連毛坑也在這個地方 你根本對無可奈何 然後你走過 就突然從後面出來 可以掃一槍 打掉 可是你知道嗎 這是17度 北維17度 這裡都是所謂蟲林疆狗 那疆狗是什麼呢 就是捏文最喜歡住的地方 也捏原從 好 那麼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後來有估計 在越戰的時候 北越的阿兵哥或游擊隊 死於捏擊比死於美軍的火力還多 所以到後來 1967年的時候 這個胡志明已經受不了了 就跑去中國找毛澤東說 大哥幫個忙吧 想辦法 你們是大國啊 你們是中藥很厲害 那他就說 周恩來說 來 你來負責這事情 那一天剛好是1967年5月23號 那你知道中國什麼東西都有代號 所以那523課題組就出來了 好 然後就523project 然後他就找這個叫李國橋出來 瞧瞧 因為他會瞧嘛 所以李國橋 就瞧瞧我們來弄一個 然後就開始做臨床 然後他們什麼 從中醫的方法去找手 中醫很多古典技術啊什麼 紀錄很多啊 怎麼可以解熱 他們從這個解熱的觀點 中醫很好玩 知道現象 可是不知道結果 不會先芝麻當活嗎 先把人救起來再說嘛 這是裡面當時在做那個 臨床實驗的一些照片 那麼中醫這個自虐疾啊 居然還可以用那個針灸的方法 可以治療 現在想起來其實是impossible 不過有時候 這個中醫就是很多是有一點形額上學 有點像哲學一樣 不過他們說有累積了什麼 豐富的經驗 不過最厲害的是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是誰呢 叫做葛洪啊 他在這個東進的時候 他講說啊 他講一句很有名的話 有青蒿油沃 水餓生治 攪取之 禁服之 可以什麼呢 治熱病 所以這是等於說他們那一群人裡面在找 他其實他們找了 我看到文學人他們找了兩千多種植物去做 去找找找 找出什麼呢 這個青蒿是最有效的 所以他們做出青蒿素的膠囊 capsule 然後可以注射 也可以準化到可以注射 聽說在越戰的時候就救了不少北越兵了 反正是美國人死得更厲害 被釘得呱呱叫 他們就secret weapon 最好玩了 你看1978 79年的時候 他們這一群人就在上海 就發表在化學學報 把青蒿素的結構給發表出來 然後後來同一年又寫英文版的 可是既定到1981年之前 他們就認為都是國家的秘密 外面都拿不到的 拿不到這些資訊 好 這是他們當時發表的這篇文章 你看喔 好好玩喔 這個拿諾貝獎圖優 他作者他是第四個作者 也不是第一作者 也不是所謂的通訊作者 所以你知道他地位其實是滿卑微的 就是你做了就是了 好 這是他們當時1979年5月1號的這個 後來拿諾貝獎就是他最大的評證 就是這篇文章 他有列出這個結構出來 好 那麼這就是青蒿 這要玩 青蒿這 Artemisia 這個 Genus 有31種 能夠自虐極的只有兩種 這是 Anua 是這一個 另外一種非常有效 但是對人毒性太強了 所以他們就放棄了 所以真的只有 這個沒有毒性 對人沒有毒性 互作用最少 但是又能夠殺虐菌 殺那個虐鹽蟲 這是他的植物的這個新鮮的 這是曬乾之後的 這是廢圖的 好 這時候又出現一個人很重要 叫做Daniel Clayton 他是美國陸軍的醫學研究所 一個專門做天然化合物的一個研究員 我在馬里蘭大學做Postart 有跟他認識 他81年以後 他還想要了解 中國大陸那時候是怎麼搞出抗虐疾的 可是中國大陸不給他就是不給他 就絕對當作國家機密來封壽 結果他透過一個台灣人的Postart 叫林愛貞 那時候我家住在這個地方 這是他的研究所在這裡 這個林愛貞 他是台大畢業的 應該是台大化學系 藥學系我現在忘記了 他現在還住在這裡 還在這裡工作 他透過他 終於拿到剛剛前面那個標本 所以他就拿這個 跑到華盛頓DC 有那個Smithsonian 這個國家博物館 植物學家說 這什麼東西我們有 有沒有看到 有 我們很多 就在這裡 Harpus Perfari 在這個地方 就帶他去看公園裡面都市 所以他透過童子軍 哇 炒了一堆 跑到實驗室去 啪哩啪啪啪啪就把它分離了 因為他的技術好 他人多 他本來就是 林愛貞還跟他一起合作 把這個什麼 結果他們在1985年 在Science寫了一篇文章 把這個青凰素給拉出來 叫做 Anti-Mauria Drug from China 這個時候 就是圖悠悠開始翻身的時候 他們發現說 原來圖悠悠只是一個小小的工作員 可是所有的分離 全部是他做出來的 他做出來 所以美國 一個這個社會是很奇怪 美國這個社會很喜歡 Underdog 就是說你被人家醉不鳥了 他最喜歡 他來幫你忙 所以其實他們一群美國人 幫Duo平緩了這個事情 所以你想 Duo好幾次選中國的院士都被幹掉 因為他是三部 他也不是博士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發表過論文 也不是博士導師 什麼都不是 所以他永遠是被當做 relegate到旁邊去散的人 李國喬當然不爽 當然是我 叫我怎麼諾貝爾獎不是我 對不對 你想一定 一定是問院長拿諾貝爾獎 不會擬我 對不對 這個基本上有 可是這個Daniel Kramer 可是很可惜 他1992年就死掉 因為他在辦公室 就是heart attack 就死掉了 年輕就死掉了 不過就是他這邊文章 把這artemysenia 這個東西擺到世界的檯面上來 所以引起大家全世界開始注意 這是他定出來的artemysenia 那跟Duo他們的解決 其實是一模一樣 其實有些地方有差異 他們有錯誤 他是這個正確的 那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artemysenia這麼有效 是在什麼地方 這兩個羊 這兩個羊 單件扣在一起 這不容易有這個問題 這非常不穩定 所以在整個強氧化劑 碰到捏眼蟲上面的血 帶有血 啪 他說要像你踩到地雷一樣 當場就爆掉了 所以不同意產生抗藥性 你一碰到我 你就該爆了 就踩到兩顆地雷 就爆掉了 所以這是整個artemysenia 這一組的藥 這個compound都有這個特性 帶兩個羊在那邊 這個養殖非常loosely連在一起的 好 所以因為這樣子 圖幼幼在2011年拿到Lask Award 全世界要是拿到Lask Award 大概有三十億人 後來就會拿諾貝爾獎 所以大家就預測他會拿 然後今年7月1號 他會拿哈佛的第一屆的生醫科學獎 所以那時候講這個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因為他拿諾貝爾獎 果然沒錯 可是他就是這一句話 他自己講的 他就是因為看到書上寫這個 他想說那我們就用青蒿來試試看 結果去給他蒙到了 所以中國的草藥其實還是滿 等於是一個寶庫 不過因為我自己有 我一個培養最好的學生 他是喜歡當中醫 就因為台灣考不上學之後 跑到中國大學去念中醫 他每次回來我就跟他訓說 你不要再跟我講什麼氣 我跟你講 你是神經科學家 不要跟我講什麼氣 你要給我define出來 所以中醫是很有前景 可是你一定要做 把它基本的magnetic 像氫薅素這樣把它做出來 才能夠解決問題 而且氫薅素跟中國完全藥不一樣 中國藥都是負荒 它是單荒 所以不一定要負荒 負荒有時候反而變成缺點 還有另外一個 傳統上 他說用水餓生製 對不對 他們有發現 你用熱根本萃取不出來 要低溫用伊米去萃取是效果最好 所以要知道它那個化學的性質 你才能夠成功 這樣我們大家都吃過中藥 山山 急溫水這樣 那個其實都萃取了 熱都把東西都幹掉了 把很多東西都幹掉了 所以這是中醫其實要發展 還很多一定要用科學的方法 好 那麼這個 這個 阿丁密斯 阿丁密斯 有效之後 大家想說 那就請藥廠來做 藥廠都不做 為什麼 會說很窮 假如這個病是在美國 所有世界的藥廠全部殺進去做 所以這是很可悲 這是窮人 窮國家的病 沒有人要鳥你 剛開始那個Belinda Gate Belinda Gate Belinda Gate 無忌可思 叫他們弄藥不願意 後來他們知道什麼 蚊帳噴藥大量送 可是那還是沒有斷這個根 斷根就是要把病給殺菌 後來因為阿丁密斯年 開始很容易的 所以他們島內的四千多萬美金 再開始在Tanzania 開始種這個青蒲 也就是那個hybrid的青蒲 那個產量比較高 然後呢 在印度也在種 為什麼要就地取材去萃取它 可是你們覺得 這是很詭異的事情 青蒲是中國 青蒲是中國生產出來提煉出來 為什麼不在中國做 你說 動腦間想 為什麼 為什麼 有誰有答案 為什麼不在中國做 為什麼要去把它種在 灰州 種在印度 然後再萃取它 你知道住在什麼地方嗎 我覺得很可悲 因為有山寨的青蒲樹 都是中國生產的 2001年 這是英國 這已經十幾年前 英國最好的T-shirt 找到Lancet 你看他講 Fake Artisanate in Southern Asia 中國做然後哪邊去 因為這有效 就開始山寨 或者本來濃度應該100% 就把它降成10% 去賣 賺錢 好 2006年的 Plus Medicine 也是一樣 Man slaughtered by Fake Artisan in Asia Will Africa be next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最近的 2012年的 你看Time上面也是 Fake Malarial Drug Indenture Meaning of Life 所以這個文化有問題 你要是換作另外一個歐洲國家 我就大量生產 把你塞去整個世界 全世界都要跟我買 結果全世界都不敢跟他買 他要自己種來萃取 這是很悲哀的地方 這就是文化有這個 然後就見錢眼開 這個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你說我剛剛講說 那個Ademycina很有效對不對 有兩個羊一撞上去 事實上生物也不是那麼笨的 為什麼 一對Virus對細菌很容易 因為它的脊弄很簡單 一對到Plasmonium原蟲 那是非常高等的 已經非常高等的 多細胞 你知道嗎 他有沒有發現 開始有抗藥性出來 假如說resistant Sensitive的話 你看給它藥吃下去 它的Parasite的Density 馬上就48小時到60小時 完全就降到0了 可是開始有時候resistant就會出來了 到80小時後才有辦法把它幹掉 也就是慢慢他們也累積出來了 因為它的原蟲 到底是它的基因非常的複雜 它只要有沒有被你幹掉 它的奇異性很大 有99個被你幹 有一個沒有被你幹掉 那個活下去就是 Publicate整個population就是它了 所以科學家就發現說 因為它產生抗藥性有三大因素 你要考慮 它Parasite的本身 原蟲的本身 還有你host 這個病人的體質 還在它體內 它的基因型 它的spring的genotype phenotype表現型跟genotype 還有你怎麼去治療它的話 是藥量不夠呢 或drug activity不夠好呢 這三個因素 假如說最壞的組合在一起 就是變成所謂resistant 可以對氫濃素產生抗藥性 所以在HWHOR 就弄出一個guide line出來 現在叫做ACT 叫做Artemisenium-based combination 就是複合的治療方法 這個Artemisenium 不是剛剛講的原來的 就已經經過更改它程式了 變成Artemisenium-based combination 加這個Lyfermium-based combination 這個藥 組合起來是一種處理的方法 看不同的原蟲 看不同的階段 所以有五大個處理的方法 這也是氫濃素衍生出來的 加你的Queen 這個都是有所謂奎凝的成分的 然後這個也是有奎凝的成分的 這個就沒有是三種藥的 有一個sulfur drug 防甘劑合起來 所以目前是要推薦說 用這個ACT 5個藥的5種處理法來Combine它 可是用藥還是後來的 什麼 好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現在是走這個Machine 疫苗的方法 有三個階段 要有現在可行性 然後如何去做 然後再進行開發這個 所以是這樣子 它有三個不同的階段 一個是 還沒有進入紅血球一個階段 要有一個抗體 一個疫苗 在紅血球裡面另外一個抗疫苗 然後變成Gamethal side 交配體的時候另外疫苗 所以不容易 所以目前有八個公司在進行這種疫苗的產生 那麼現在最成功的是目前已經開始要進行臨床實驗的是GSK 所以這家Glaxo Smith Client所做的疫苗 有經過美國Waterweight Army Hospital來開發了 目前已經開始拿到許可可以進行臨床了 好 那好像故事要結束了 對不起 沒有 他們發現一個從美國引進到 無意中跑到灰座的叫銀交局 居然是什麼 聶文可以拿來吃它不會死掉 所以又有一個twist 這剛剛上禮拜的上個月的報告又出來 他們發現說它可以吸這個上面的蜜汁 它可以活個15天沒問題 給它糖水它可以活 沒有不給它糖水只給它喝 但是它會死掉 可是給它吃這個野生的跑進去 它可以活下去了 所以故事是沒完沒了的 所以上個禮拜的economics說 要是能夠把這個seventh disease幹掉的話 可以解救120萬的人 這七個疾病 你也解釋一個 可是獅蟲病目前還有 可是獅蟲病也是上禮拜一個大故事 日本這個omura有沒有 他發現說類似用抗生素的方式 他跟他的好朋友campbell 他們兩個用藥可以來治療 造成獅蟲病的 所以這個是目前所謂的七大疾病之一 那麼我剛剛講了一大堆半天 最主要的故事的來源是追這本書 這本書非常好的書 很可惜台灣好像沒把它換作中文 叫做The Fever Trail 然後這個人 我也是跟他有認識 Donna Dalmapo 他其實是一個工程學家 可是因為參加美國這個原外總署的計畫 他牽涉到整個過程中 他把這書寫出來 這本書他不要版權 你可以去下載他 大概三百多頁 把整個故事交代得非常清楚 非常好的一本書 然後最近的一本書 是有關這個 Alti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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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rmacology 跟Bio Technology 所有我們的資料大部分都從那邊來的 那麼也就是說最後一章結論就是說 這個治療階的路慢慢地長路 那麼要達到Malaria fee 在世界很多國家還是很慢慢地長路 然後最後用這個演講來敬獻給為台灣 造成台灣沒有Malaria 這些辛苦人兒所做的努力 好 謝謝